大家好,我是叶子 每天用简单的食材分享好吃的家常菜做法 炸鸡是孩子们非常喜欢的食物 在家怎样做出简单又美味的炸鸡 咱们今天就来分享一道非常简单的脆皮鸡翅的做法 这里的鸡翅我们选用的是吃根来制作 它的肉质较多而且只有一根骨头 在制作的时候也比较容易成熟 首先把鸡翅给它充分的浸泡清洗出血水 把它稍微沥干水分后 在鸡翅的两面给它打上花刀 深度可以切到挨到鸡骨 这样可以让它更容易入味而且便于成熟 按照这个方法把所有的鸡翅都改到完 再把它装入一个大一点的盆中开始腌制 在里面加入适量的葱段 再加入适量的生姜片有增香去腥的效果 再淋入两勺的料酒去腥 再根据鸡翅的用量加入一到两勺的生抽 加入少许的老抽上色 加入一勺的五香粉和少许的花椒粉 再加入少许的盐 然后把鸡翅给它充分的抓拌均匀入味 尽量把大葱和生姜给它揉至软嫩 在抓拌的过程中多给它揉搓一下 让它充分的吸收调料的味道 接下来可以根据自己的口味加入适量的辣椒酱 不吃辣椒也可以不用添加 然后在里面加入一勺的蚝油提鲜 把它充分的抓拌均匀 先放一旁腌制20分钟 腌制好的鸡翅 先把里面的葱段和生姜片完全挑出来 接下来在里面打入一到两颗的鸡蛋 可以让鸡肉更加的滑嫩 增加酥脆的口感 然后在里面加入适量的土豆淀粉 再加入一大勺的白芝麻增香 把鸡翅和土豆淀粉给它充分的抓拌均匀 拌制到粘稠顺滑不起疙瘩的状态 而且鸡翅的表面都裹上一层薄薄的土豆淀粉 接下来在里面淋入一勺的食用油 可以保持鸡翅的水分增加酥脆的口感 拌好的鸡翅先放一旁备用 接下来把锅中的油温烧制到五成热 把拌好的鸡翅逐个下入锅中进行炸制 在炸制的过程中火力不需要太大 以免表皮焦糊里面不容易成熟 全程采用中火慢慢炸制 在炸制的过程中要不停地翻动 让它受热均匀 这样做出来颜色口感都比较一致 把它先在锅中炸制到大约五分钟左右 表皮略微金黄酥脆的状态 按照下锅前后的顺序 把先放入锅炸好的鸡翅给它捞出来 依次把炸好的鸡翅全部捞出 然后用密勺把锅中的杂质稍微捞出 以免炸糊影响口感 把锅中的油温略微升高 然后再放入鸡翅进行复炸 复炸可以让鸡翅吃起来更加的酥脆 把它炸制到表皮金黄完全酥脆的状态 这个时候就可以给它捞出来控干油分 一道简单又美味的脆皮鸡翅我们就做好了 在家用这种方法做鸡翅简单又方便 而且表皮非常的酥脆 里面的肉质也非常的鲜嫩 吃起来口感焦香酥脆也不塞牙 喜欢的朋友可以点击收藏 在家试试这种脆皮鸡翅的做法 我是叶子 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 喜欢的朋友请点赞关注哦 感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下期见 我们下期见